中国南方洪灾泛滥 李克强六日在贵州省同仁市视察时说 他沿途看到很多闲置的厂房 并要求企业要多用农民工 分析认为 李克强的话证实了当地不少工厂主义停业状态 疫情后中国经济复苏尚待大力提振 中国连日暴雨26省区遭洪水围困 近日网路上传出一段重庆民众手撕大桥的视频 一座水里大桥上的石柱尽能用手剥碎 视频曝光后当局紧急声明称 这座耗资475万元人民币的大桥尚未验收 中国南方持续大暴雨导致山洪 山底滑坡和泥石流等灾难事故频发 往上传出视频显示 上海已变成海上 道路都成了河流 有些地区的水深达半米 开车有如开船 兴趣在破刀汹涌中 而湖南省长德市石门县南北镇雷家山 六日再爆大型山崩 附近300公尺长的道路全垮 自动民宅瞬间被吞没 吓坏在场民众 据传中共对外的宣传工具 孔子学院总部已经改名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有分析认为 这又是中共在玩换汤不换药的伎俩 孔子学院近年在海外声名狼藉 被指干预当地学术自由等 多个国家已经陆续关闭大量当地的孔子学院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